你好,我是公視的公民記者浩琴寶寶 我昨天在大安森林公園收到這兩張邀請卡 主要是因為上面寫著日行萬步,多酥少肉子午覺,養成習慣將改變您的健康 那我看到這我就很有興趣,因為我自己是素食者 所以我以為你們要推廣素食或養生之類的關係 所以我就來到這邊,那我知道你們的活動要從1點開始到3點多 那我相信是一個很棒的活動,但是因為等一下人就很多了 我就不方便再耽誤您的活動時間 所以現在可不可以請您跟我們解釋一下,這是怎麼樣一個活動呢? 好的,其實這次活動其實很簡單,最主要因為我們現在知道 現在的醫療越來越改善了,大家越來越長壽了 但是我們希望實際的健康年齡跟實際的中級年齡越接近越好 這也是國家資源,因為現在健保第二代啊,這個資源浪費了很多 我們希望盡量的節省健保資源 其實也是對我們每一個人呢,在這個老年的時候能有一個非常健康的體貨 能這個健相快樂的活著,所以呢,其實要做到這些不難的 只要是基本上我們能做到這四合理,四合理就是指 行制、運動、起居、飲食 這是我們普通生活的一種習慣 只要你把這些習慣能養成合理化的時候 自然而然就達到健康的體貨了 那這幾個呢,當然是有很多人講的很複雜 好像在我們每一位做起來很難 其實我們簡單的做到其中一個關鍵的東西的時候 就很容易養成這四合理的習慣 所以我們只希望今天透過一個很短的時間的體驗 讓你了解,其實這就是每一個東西只要做到一件事情 譬如說我們講的運動好了,運動,日行萬步 如果你每天走一萬步,日然而然很自然的健康就出現了 慢慢在你身上就養成良好習慣,而產生了健康 那當然啦,起居睡眠很重要 我們只強調的是,中午能睡個直午覺啦 晚上十一點以前能睡覺啊 這些東西都會幫助你健康的 那我們另外飲食,我們講的多酥少食 盡量不要吃肉食,酸性脂質,盡量多吃一些蔬菜 那菜肉的比例要均衡,這一類的 都可以養成一個良好的習慣 我們從最簡單的養成習慣來著手 達到身心的健康,是這樣 還有一個,喔 行智呢,當然啦,我是覺得不管今天你做到運動 起居飲食以後,另外其實心態的健康更重要 那我們也倡導的說,如果你能日行一善呢 你自然而然心情又愉快,你自然而然,行智好了 影響了其他周遭的一切都好了 而且這個東西我們強調的要分享 所以我們講說爽寶寶呢,這是我們的 明天叫快樂寶寶 這是一個好奇寶寶 所以今天我們叫爽寶寶 我們也叫爽娃娃了,爽娃娃呢 其實就是要分享這個適合你的活動 也就是讓更多的人了解說 來這個體驗適合你以後 能把這個東西跟朋友分享 這樣來開始,別人健康呢 其實你自己也健康 也就是這種分享能達到全員的健康 那聽起來很簡單 就是怎麼樣做到合理呢? 譬如說,這個情智怎麼樣做到合理呢? 對的,這其實需要一個習慣的養成 不是你自動自發就能,要不然我們就沒有所謂 所以我們需要一段時間的來追蹤 服務追蹤 譬如說,我每天有沒有日行萬步啦 我們這次的體驗營活動結束以後 明後天我們就會在這個大安森林公園 我們有規劃的路線走這麼一圈 有多少步,我們能走完一萬步 這樣子每天養成一個習慣 我們如果今天每一個人都在這個大安森林公園 慢慢地走起來的時候 越來越多人加入這個活動 就越來越多人說他們在幹什麼? 我們就分享這給他 來帶起一個活動來日行萬步 然後再從日行萬步影響大家的其他的三項 能去做到 因為從一個日行萬步的體驗來 自己的見面感受了以後 都會分享給別人 自己也會去做別的地方的改變 所以我們提上一種運動就是日行萬步 開始來進入四合裡 然後這個後面跟蹤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每個禮拜二都會有 為什麼呢?每個禮拜二都有的原因 就是說你讓你養成習慣 我知道禮拜二在這個 這個福西南路一段 這個303號就有這麼一個活動 我會請朋友 我會推薦給朋友 請朋友到這邊來 也不需要靠著這個邀請盤 我希望大家都能來 那來自主要的活動是做一些什麼呢? 其實這就跟您剛剛在問的 不了解這種情況 大家看到這一份可能還不夠了解 那可能就是禮拜二的這個時間 從一點到三點半的時間 就整個過程了解了 好,我怎麼做到這四個 然後其實做 最重要的是在家裡做 飲食起居運動行事 那我們今天做一個標準的示範 讓你把這個標準的示範帶回家去 然後開始體驗 示範的內容是什麼呢? 好,我們有一個課表 待會一點到三點半 整個過程 譬如說我們有飲食的話 我們會做一些示範的飲食 飲食哪些蔬果 譬如說運動 我們等下怎麼樣來日行萬步 怎麼樣來測量 起居呢 當然最要體驗就是下午吃午覺的睡眠時間 然後呢 一般休息二十到三十分鐘 下午休 然後呢 晴智呢 日行一散 我們當然啦 晴智是靠心情 很不容易用量化的東西來看 但是我們可以跟人家說 多做一點什麼 譬如說做好善事啊 就算你在節約 有個人讓你餵什麼 今天心情就覺得很愉快 這些事情呢 都會影響 我們會講講說 哪一些可以做到這些東西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東西 但是我是覺得從體驗到中 才跟著感受到 就像你剛剛講的 顧客體驗 我想知道的是 我剛剛來這邊 我又量了體 腰圍 體脂 對 體重 血壓 這些 是的 其實這是最基本的東西 讓你先是瞭解一下 我現在那麼覺得狀況 經過我一個月 我們今天日行外貿一個月 我來感受是不是穩定多了 好的 那我知道了 謝謝你接受 歡迎你來 歡迎你來 謝謝 謝謝